Hello 大家好 回到7月12日的星期二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 和大家主持這個新聞聯播的要問 先和大家講一下最關心的事情 就是這個疫情持續影響之下 安心出行方面 昨天應該軒仔也有說 可能會改為失明制 市民如果一旦核酸檢測陽性 程式裏面的二維碼就會自動轉色 顏色也挺有趣 紅馬就好像不准上學 上班 也不可以去堂食 需要檢疫的人就會獲黃馬 分嚴重的顏色 對於這個措施 很多人可能覺得搞錯 現在才推出 星期五起更加有居家隔離者 是需要戴手環的 即是不要出去啦 如果確診那些朋友這樣 我相信這個也是 昨天都說了 即是 十明制所有事情都十明制 應該是一個什麼 我們已經經歷了電話十明制 炒股十明制 以前的時候是沒有十明制 以前的時候是證監員要出信去問 問那個叫做 即是問他們是拿 當然是問一些股證券公司拿資料 才知道誰打誰的 但是現在就按一按就直接知道 你一買買就馬上知道了 那就省卻了證監員的查案的時間 所以現在我相信 我相信什麼都十明制 將會是一個大趨勢 嗯 除了剛才電話和炒股 我想起另一個就是 買演唱會票 即是現在都是要十明制 這樣防止這個炒風 沒錯 所以什麼都實 沒錯 現在對於安心出行 就是這個黃、紅、馬的實施時間表 以前研究這個陽性、紅、馬 抵趕者、黃、馬 是還沒有細節和時間表的 那盧寵某呢 即是醫務衛生局長 那他就暫時都說 越快越好 那大師覺得應該是 什麼時候推出來最好呢 現在 安心出行嗎 即是這個黃、紅、馬的實施時間表 哦 應該是去年推出來比較好一點 哈哈哈 過了 這就是賊國興兵 是 你問我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去 當時的時候 等於你美國的時候 美國當年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個政客說 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 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嗯 即是相同道理 那就是 你只有 當你去引入了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已經是 太遲了 嗯 現在大家都疲了 大家又不是很害怕 大家是什麼 那你才有實名登記 那你就不太好 當時的時候 應該立即要有實名登記 在什麼 那就不會有去年的染疫 嗯 但現在大家已經是不太害怕 又已經是什麼時候 已經習慣了 很多人已經有抗體 那時候我覺得 整個實名制 沒有其他配套 實名制都沒有用 嗯 因為其實如果你紅馬 就不可以登上一些交通工具 那其實會不會很不便呢 說真的 那你 你不是一輩子紅馬 你是不是老賴 你不是一輩子 你家居旁邊都是這樣 有什麼所謂呢 不要小小小吵 小小痛楚都不可以 想想現在烏克蘭那些人是怎樣 或者是司理人卡 嗯 那些人是怎樣 好 之後 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行會前回應 剛剛醫務局研究 推出這個 紅黃綠馬 好像過紅綠燈一樣 他就說 考慮現在的措施 會令到市民可能會不便 他就會考慮措施 是將不便減到最低的 希望新的措施 和現有的制度 可以接軌 你強調紅馬只是針對確診者 黃馬只是針對酒店檢疫者 其他人士都不受影響 即是我們不會無緣無故變成紅馬和黃馬 他的意思是嗎 那他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說 他說 我們現在坐牢 只是針對犯罪的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犯罪的人 你就不用怕 於是你 其實肌餓只是針對窮的人 你不窮 其實肌餓你不用怕 鬼不知道 你意思是說你不會捉錯人 你這麼說 紅馬只是針對確診 說了 如果沒有確診的人都會有紅馬的話 那種叫做捉錯人 大哥 明白嗎 明白嗎 哈哈 是不是 如果黃馬沒有什麼時候 黃馬那種叫做捉錯人 你只是說你那種很準確 你不是在說什麼 大哥 是不是 你小時候有玩過 一二三紅六燈 當然有 應該大家都有玩 狐狸先生也有玩 哈哈 你不是玩狐狸小姐嗎 也是 不是 女生不是玩狐狸小姐 男生是說狐狸先生 哈哈 因為有男有女 我們玩的時候 是 因為 沒有 因為 我小時候一定有玩 但是現在的人全部 打遊戲 或者又什麼又什麼 那些 很多東西要玩 所以那些傳統的遊戲 我看看你有沒有玩 很傳統的遊戲 就是 用身體來玩 不用手 不用手和眼來玩 OK 用身體來玩的遊戲 我看看你們會不會 現在的人有沒有玩 所以才問你這個問題 那些傳統的 玻璃璃 玻璃璃 我想你沒有玩了吧 有 去哪裡玩 其實我都好像很大 好像你說得很老 其實九幾年那些 也有玩過 你其實都挺老的 我都知道 你都挺老的 你不要 你不要扮十八歲 十八對都來了 其實那時候 我還記得有玩 那些 什麼大風吹 收買老 這些已經完全 好像 我們都沒有玩 收買老 譬如說 大師我現在要兩隻蜜 然後大師就要脫兩隻蜜 然後就要拿著兩隻蜜 然後就衝去那個 櫃檯 然後鬥快 把蜜 拿出來 那又要一條 體褲就糟了 哈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 其實那些人都很尷尬 玩這些的時候 就會玩得很興奮奮 這樣 是啊 現在其實 那些人都少玩了 這些遊戲 好 那之後 一條內褲就糟了 我沒有穿 OK 接著 疫情方面 都是繼續影響 澳門方面 那澳門 就昨天起 就實施這個 相對政態管理 之前經常說閉環 有很多不同的管理 動態清零 現在這個 是叫政態管理 暫停賭場 等所有非必要的工商業公司 和現有的場所 是運作七天的 譬如大型賭場 都是拉閘 是停業的 大型的屏幕 只是顯示政府呼籲 巴士 就只是准許一些 特定的工種 和來往 就是醫院 一些緊急的東西 去承擔 他就是變成整個 不是政態 不是政態 是相對政態管理 其實現在是很政態的 如果這樣的相對政態 不知道什麼 才叫做絕對政態 因為 他等於下降了 下降了 但是澳門這麼小 就容易管理 香港這樣的大城市 是不行的 我經常覺得澳門好像很快手 但是幾十萬和幾百萬 城市是不同的管理方法 其實現在所有的 你譬如說 所有的 真正所有的管理 所有的政治 所有的經濟 其實就是一個人口管理問題 嗯 這個是所有這些 都是人口管理問題 就是 沒有人口管理 就不存在這些問題 OK 可以嗎 為什麼我說這些 全部都是人口管理 其實政治 如果你不是在那麼大的 城市 所有政治 你會很容易 一個民主制度 其實如果像以前的雅電那樣的City-State 你可能只有幾萬個人口 一個小的地方 於是一堆人跑去投血或者在廣場 或者甚至只有幾千個人的話 民主制度社會是很容易的 但問題是當你是 現在大家會很團結的 大家都是為攻擊做事 但是現在這麼大的城市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人口管理的人已經集中在城市 城市和鄉村的人口 鄉村其實是維持原來之前的 但是城市是不行的 所以一個大城市 有幾千萬人的城市 現在講了兩三千萬人的城市 那個人口和管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政治的管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好像滿清那樣 滿清王朝 他們當初打了一些邊緻兵 其實幾十個部落結盟就可以搞到 但是當變成一個大國家你不行 所以所有經濟都是 以前的經濟沒有那麼多人口的 幾百萬人口你可以自給自足的 但是現在不行 你幾億人口你都還沒可以自給自足 因此就變成全球化 但是當你全球化之後 你全部將供應鏈 將所有的生產變成成本很低 但問題就是管理力就麻煩很多了 管理一個幾十 以前的工廠可能幾十人幾百人 現在是幾萬人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人口管理問題 所有的問題都是問人口多了 就是我會有一個 我政治書會有一個專門的書是講人口的 哪本啊 你有沒有上我們網看我講的政治書呢 我不喜歡自己看 但是我想說我每次有Post出來 是有很多你的Fans 是PM我說有買你的書的 就是都 你的層面都幾廣闊的 是 我們一些二十幾三十歲的 那些年輕人都有看 是嗎 沒錯 那人口管理那個問題 然後 大致還有沒有補充這個 是 澳門這個問題 是 其實現在暫時都有兩個人已經是被 就是因為這個限聚令 那個防疫那個規例 已經是被警方捉了 就是下街跑步也不行 就是都是 脫罩的意思是 是 那就是都 都幾嚴謹這樣 然後另外這個都要講了 就是行政會議 今天來講都會開會討論這個 這個三巴 就是這個三巴 成巴 是的 將他們合併 那龍運的專營權 續期 其中新巴和成巴 就是 計劃合併 那今天來講也有 即將 可能 最快就今天宣佈那個 情況是怎樣的 是的 究竟那個經營權是怎樣的 哦 新巴和成巴合併 那其實應該的 因為它有些路線 你整了會 其實 巴士 你看 空巴士很多 然後是可以合併一些路線 令到那個經營成本減低 當然 如果經營成本減低的時候 你必須要減少少巴士費 即是你節省了一點 那你減少少巴士費 那你會令人順暢一些 因為現在你會令人加強了一些不方便 你一定要減少一些巴士費 即是巴士是可以令到 那你都會去暢順一些交通 嗯 那兩間公司你覺得 會不會有些什麼爭拗 或者 會不會那些員工是怎樣分判的 哦 那這個應該都不是太人分判 因為巴士司機都不是很充足 但是我一路認為 我一路都認為 巴士是應該加 巴士是應該加 巴士是應該 應該是加大幅加巴士車場人工 嗯嗯 我也覺得他們駕巴士很辛苦 是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耀文就去到這裡了 Bye Bye 好 我